也变了蟒蛇了 就是隆了他的功 他给捐献给 给志尔大师了 完了他也做了护法了 打那么 我们再叫志尔大师 称得为护法切兰 为什么 我们那个说的 威托国生帝君 他成了佛教的护法 这也是 荣权的意思 荣权呢 就是那个水 是水 地下水 他也是永远不断的 永远不断的 是比方 比方佛所教授的方法 我们那个智慧 是永远不断的 是有增长 没有断的 你入了佛门来学 学了之后 智慧是不断的 因为什么呢 善根无进贡 永远不会断的 要见桥道 当愿众生 广度一切 犹如桥梁 桥就是 这个水到那边去 过不去啊 此难到不到比难呢 说搭做桥 搭做桥 桥是度人 像度一些众生 像桥梁那样子似的 说比喻比喻我们的啊 我们的心 我们的身体 就是度一些众生 度一些众生 为了立一些众生员工 我们就像桥道似的 建了那个桥 要发愿 当愿众生 广度一切 游入桥梁 形容词啊 每个建设 建什么县杰 就发什么愿 现在你坐飞机 怎么发愿呢 我说斯里夫子妹说 坐火车怎么发愿呢 这是最发愿 最好的时候 过去的人呢 他走路啊 除非你过船 坐船 像过桥 人很多的 一般的人 具体的行动时候 少 除非行军打仗 像你坐飞机 坐火车 正好你发愿的时候 大家也学着 坐飞机 坐火车 坐这个 乃至于你坐大汽车 公共车 你在这上都发愿 你自己随便想 怎么发就怎么发 说我要成佛了 都度你们 我把你们都度成佛了 我再成佛 这都叫发愿 你别因为这是假的了 这才是真的了 那你成佛成的快点 你自己的业随 你自己的业随啊 消的也快点 越是人多地方 你不赶紧 你缘分不好吗 你越人多 你越发愿 我都度你们 我先把你们都度 都度了成佛 完了我再成佛 那这些人呢 都被你变了你的弟子了 你将来要说法 他就来停来了 他见着你啊 就高兴了 有缘吗 你发愿度过他 不赶紧 缘分不好吗 所以你过去 发愿少了 寡顾自己 不管别人 那你以后 凡是人多地方 你都要发愿 因为这个桥 过人是多的了 他没有对象的了 他没有减载的了 富人可以过 穷人不可以过桥啊 没有的了 他普度一切的 是吧 就像桥梁那样子 说你要度众生时会 就像桥梁一样 同时把你的身心 变成桥 我让你一人 抬到我身上去成佛 这样的发愿 要利益仲众生 像那个桥 比道路一样的 尤其是平等对待 不分老少 不分尊备 要见流水 当愿众生 得善欲 洗出火供 我们看到流动的水 流动水都是清凉的了 都是清凉的了 你看那流动的水啊 你想到你自己的人生啊 前都已经过去了 那个水不会再流回来了 凡是流的水 只能往下流 不能再回来了 永远没有回来的时候 说你发愿是愿意 众生 说你把你那个 那一切那念 那事那行 一切罪业 统统消失了 流走了 没有了 我身心情健 所有的祸眼 尘够 都洗涮干净了 都是水着就流走了 那增长的 增长的是善恋 见修原谱 当愿众生 无欲服众 云出奈藏 这原谱是形式词 形成什么缘呢 菩提缘 菩提缘里头 是不许有贪耐的草 不许有嗔恨 不许有贪耐 不许有御辞 是吧 长的野草啊 都要把它除掉 因为有那个杂草 丛生 那花就长不起来了 原谱就不能成为 好的原谱了 必须把那杂条除掉 说入了佛法之门 行菩萨道的法 不许再有贪耐 欲死嗔恨 要除五欲 不许不许生长 生长都是什么呢 智坏 五根五裂 心情念念坏 慈悲欺舍 生长是这些个 他耐草都不得除掉 除掉五欲的耐草 五欲耐草除掉了 三根就增长了 见无忧连 当愿众生 荣离他呢 不生忧不 树林子都是无情的了 怎么还有个无忧林呢 树木啊 树林子有什么忧愁啊 就是大森林 本身没有忧愁 他因为有一个 生长出了母地之间 母地之间有分别 森林是物子的 物子的 他什么生贪耐之心 贪耐之心 如果这森林花草茂密 那么更有贪耐之心了 不是说那个物子 说是见神林者 见神林者 那无忧林呢 他是无情的 当然他无忧了 他也没有喜了 他也没有欢喜 所以他本身是没有那样的 说母妈要像那个 愿一些众生 像那个 无忧林那样 像神林那样 没有患得患失 没有患得患失 他就没有忧悲苦恼 就是不生忧不 把耐离掉 就这个意思 就是从你的心理上 形容着 无忧无虑 那就放下了 放下你的身心了 要见圆圆 当圆众生 勤修 住相 驱佛菩提 也是形容菩提缘的 这个事 要具足了智慧 可以把它叫做智慧缘 凡是建造 我们修的园林 自己修的 像我们这院子里修花园 都可以做这个奖吧 做这个项目 这叫智慧缘 智慧缘 或者叫波若缘 或者叫慈悲缘 我们在那个万佛城啊 玄幻法师 他那个路都叫菩提路啊 拔尔拔正路啊 他那个 他那个万佛 他叫万佛圣城吧 所以他那里头 这个地方 这个好比这个 建学部 到他那个菩提部 很远 有时他自己都开小车 他那里头很大 是个山长 所以他就把他 这个车路到那个车路 在这路上 他那里头也都修那马路 里头有马路 他就起到菩提路 智慧路 一个一个的 他那里头都是 名称都起这个名称 这是形容词 这个说我们要看见什么事物 不能看见什么事物 都发愿 说看见园子了 看见花园了 看见亭台楼阁了 要勤修住现 去说不提 我们前到从走路 从这个 借走路上所遇到的 桥梁也好 或者你现在修花园 修圆谱也好 都要发愿 都要发愿 南朝这个文书大寺所教我们的 大菩萨走的路 全部都是圆满的 各个的大散知识 他们说走的路 各入各的法门 不要像这些大菩萨那么圆满的 但是你自己 敢咬着你的姻缘 哪个对你相适应 你就入室发愿吧 照着去做吧 那是你做的时候 应该根据你的智慧 根据你具体的现实情况 顶好不采取公式化 只要是得到利益就好了 这形容你的修行的时候 念佛也好啊 拜餐也好啊 说我就持一个咒也好啊 任何一法 都能达到究竟圆满菩提的道果 你明白这种道理 法法的都可以入道 但是你得喜欢 你喜欢就表示 你跟这一法相应 那我说是除世间法啊 不是世间法 那世间法我们都喜欢 那烦恼重嘛 烦恼重那个就不同了 是断烦恼的法 法法都能达到你普通道果 这个法对你不相应 你不要勉强去做 你非要去做不可 达不到 效果不好 因为你过去就没修过 从来就没有这个因缘 你现在勉强去做 你达不到究竟 达不到究竟 有人跟我说 他念地藏经念的不好 我念的普门瓶好了 这不是哪一定的 你对哪个好 你念的哪个好 你就念哪一法就好了 不是固定的 为什么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呢 这个意思 所以文殊菩萨教授我们 所有你遇到什么境界 遇到什么失望 你就发什么怨 怨一切重伤 那些重伤 他喜欢这个 他根据这条道找 这条道也是菩提道 八万四千佛门 都是菩提道 文殊菩萨教授我们的 这一百四十医院 都是菩提道 你发愿就好了 有的时候我们都忘了 读完普京恨评 你看着 你上下泼发愿吗 有的时候你嫌麻烦了 这一会儿泼 一会儿上 一会儿下 一会儿上 一会儿下 你还能紧着发愿吗 但是你从 你早期睁开眼睛 你能够把菩提道 金恒品 每一院每一院 都能做得到吗 真正你都做得到了 一院都不落 但是这个没那个环节 那你可发别的愿呢 那就拿十大愿望来补啊 念普贤菩萨十大愿呢 文殊师的十大愿 我不想大家念过没有 背得不背不得 普贤十大愿吗 恐怕背得 大家都背得 因为它简单 文殊师的十大愿 那就说得多一点 文字多一点 文殊师的有这个愿 你争我的 害我的 或者脑害我的 我都发愿 一定度你 只要有缘 不管怎么接触 你跟我有个缘 我一定要度你 如我 见我 骂我 侮辱我 我都度你 成佛 如果是 这个忘了 就把文殊 文殊菩萨十大愿 加一个补上 补上 因为这个 这里头有好多这个境界 我没有 没有这么发这个愿 那你可以看到什么境 这欲境生心 欲境生心呢 就是 遇到什么境界 你发什么愿 这一百四十一愿 就是这个 但是有四个总纲 总纲是什么呢 散用其心 你把心 用好了 就好了 就用的什么心 觉悟的心 觉悟的心 明白 明白的心 今天我们要讲这里吧 当代佛门奇述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花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面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督众 利乐有请 生命电视台 肩负着传播佛陀绝音的红发家业 同时也是海淘法师 慈悲智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 透过电视台 无远佛界的传播 方才能将 诸山长老 法师的开示 以及南传 汉传 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 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 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 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 听闻正法 共取正诀 慰令如来卑至法水 长流不绝 滋养大地 有情菩提心田 尤其 卫石海淘法师 慈悲智业 各项资讯 长久推广 诸如 红发 护僧 慈善 放僧 以及印证金点 免费素食等 慈悲智业 皆得 皆由生命电视台的 传播之力 无尽传扬 比翼大众 敬邀 十方大德 八心互持 共相圣举 以让生命电视台 常须诸佛愿心 继续推动 如来法轮 往立众生 库持勤洽 各地中心 道场 讲堂 书房 过洽 03-989-8686 话播帐号 1996-5232 顾民 生命文化 集经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譚 ner 隐郁 在 里面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甘嗯 不僅僅僅 云民俗 迷广 乎都僅僅 通过 要做从这一步 还可以做出功学生 通过 达达的 家里的 monks 巴道 达达 助约 珍费 达达 特别人家 运达的 所以,敬虔就以独立作为文化,把他们生忧性轻而为, 其實就是现实, 导致即使敬虔的样子。 , 在那里, 就像点核心轴, 吃蒜苔里, 随了一切, 包括在这一切当中。 放棄成橋之後 碼鍋再一個人生氣 跟兄弟弟一樣 當年他有所enas的職業 他只是隨身獨自得 在通過兩台是人生氣的 怎麼沒有人生氣 三十指的多人生氣 彼女人曾經在文化中心俱乐 就是在文化上的文化中心俱乐 人家人曾經政治中心俱乐 冲刺中心俱乐 在文化中心俱乐 在文化中心俱乐 爹是双生有物钱,也许, 没有钱, 给我买多少钱 我给你带来的带来一遍 我给你带来再来一遍 他們雖然有很多人才有在世界上 但是那這種人很難以逃避 讓他們要去跑步 他們的情況,從每天都沒有 從未來之後,在世界上 他們每天都不去的 世界上,向外圖地 從世界上,南之四, 北京去的航海 所以就跟興奮一樣 因此,海港的展示 他們又想來 是人 看到没有人的 这是 给人 授抹触 乱志 装 沐浪 哦 我 自然都在做 沐浪 流志 沐浪 我就不知道 就之前还有一个人 少年是早 森子人 到了 贼包 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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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五 понадurez 有段落 細短的 Katherine 讓他 诶 最坦 什麼 一 心 我看死了石頭 pues nine who聊了 都要ANNANDURO 你不合理好 上岩井了 我看了 我看你 那些人 那些人 我看你 你 出来不清新的桑葵,什么也有的 没有还没有用这个桑葵 那但是要用这个桑就是 一个桑葵 因为我们从来说 这就一样留在肥宫桑葵 这一个桑葵 然后要挂住 这个桑葵 这是一部分的桑葵 是一个桑葵 所以 在 này 里面就像是特别的 这是 要是汲水姐妹 那是汲水姐妹 我就是汲水姐妹 他吃银的估设 他們吃sel的估设 原來是这些 我才想到那些 所以我去做了 關鍵水姐姐姐 我在那上 最少的眼睛在处置了一百二十百歩之多 就毫无禽制造成为一百千万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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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元 都是决定的好多次 都是决定的 都是决定的 他才不是决定的 他是决定的 他面账了一些 我会把这个老眼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 红法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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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lied poetry 世代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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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向给第一道 二轨道 无量无边 特别动物 他不可能去布施的 但是你 你做了这个布施 回向给他们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圆满的动机 那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今天 你父亲 所留下来的行业是杀猪 假设你现在 好像被逼得不得不杀 不杀 你根本没法改变 但是你的动机改变了 哎呀 愿这些猪杀了以后 他们脱离三二道 愿我精进修行成佛 被我杀了猪 将来第一个我杜他 那动机又不一样了 虽然你杀猪 会有一些恶业 但是呢 这个还是成为一个 菩提心的质量 为什么 因为这些猪 你会射受他 什么叫射受他 就像各位 你现在带小孩子 有没有射受他 我爱你一辈子 我会把全部的钱 都用在你身上 因为你射受他 当然你自然会爱他一辈子 所以 当然 大乘佛教的教育 就是希望 我们 每个人 都有这样一个 伟大的心态 这就是为承担 世界众生苦的这种悲心 为了他们愿意 成佛的菩提心 那成佛的目的 是要让所有众生 都能够成佛 包括一个小蚂蚁 包括杀死你爸爸的仇人 你都要让他成佛 这个心 伟不伟大 这个叫 英国伦敦少林寺 所以每次 我在机场 他问我说 你是这个的吗 少林Temple的吗 我连机场 每次盖章 他问我说 你进来英国干嘛 少林Temple 嗯 OK 因为我讲的 达摩祖师 传下来的这个禅 他讲的是这种 菩提心 以心传心的伟大 当然一个修行人 你要利益众生 你要把身体念好 如果你是个东亚病夫 你不要度人了 你不被度就不错了 让爸爸妈妈对你很烦恼 让医生对你很烦恼 让整个社会 要为你的生病 付出很多的代价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打少林拳 可以 动机对了 那如果打少林拳 是我想要打赢你 把你打扁 那你这个动机 就不符合少林拳 这个跟佛教没关系 所以佛教的重点是 念下来 打赢自己 承担众生 那就是今天我们守八观灾戒 虽然我们想要 像佛一样 能够利益众生 但是呢 你只要今天好好守八观灾戒 调伏自己 调伏自己的欲望 称恨外表不好的行为 简单的说 各位今天要做一天的佛陀 困不困难 不困难 假设明天你要被墙壁了 或者明天 你欠人家 一千万 一千万 棒 对方告诉你 你替我守一天八观灾戒 明天就不用还 你会不会守好 没有问题 这个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一天一夜八观灾戒 你就不用还一万棒 所以 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要怀孕 佛经说啦 一天一夜守好八观灾戒 祈愿怀孕 会不会满怨 一定的 你的父亲生病 你一天一夜守好八观灾戒 父亲会不会好一点 一定的 像我 我的妈妈得癌症 医生说没办法 但是我独地上经 怀孕 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要出家 我妈妈三天就好了 一直到她往生 她没有再发病过 这个胰胀癌 医生也在那边搞得莫名其妙 这个不说莫名其妙 就是佛法无边 所以八观灾戒满一切怨 以前有一对夫妻吵架 然后太太就跟先生说 我们不要吵架了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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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佛陀 在传 八观灾戒 我们两个一起去守戒 发愿 我们两个 生生世世 不要再吵架 他先生听 有道理 并不是说他们 不想要和好 但是一见面就吵架 但是他们只要守了一天一夜 结果守完以后 两个夫妻感情变了 后来两个各自去投胎 投胎在两个打仗的国家 一个做女儿 一个做儿子 奇怪 他们两个 两边的皇后 一怀孕以后 两边就不打架了 两个国家觉得很奇怪 怀孕以后不打架 那这两个小孩子 如果生出来一男一女 就让他们连婚吧 又发这个愿 结果从那个时候 不但不战争不打架 结果小孩生出来 一个男一个女太高兴 所以 当然 这个男生七岁以后 父王赶快赶快 准备所有的聘礼 我们两个国家 现在不打架 父讲安乐 然后呢 我们赶快去 既然讲好了 我们现在就下聘金 要娶她了 七岁了 在以前 在印度是七岁就可以了 结果对方那个女生 不嫁给他 为什么 他老公发的是不吵架 他发的愿是什么 生生世世不结婚 他解脱了 所以他过来的时候 那个小女生就不嫁 哎呀 这边的国王 不行啊 不能失信你对方的国家 不然我们要打仗了 结果这个小女生 就跑到楼上了 爸爸妈妈 你们逼我结婚 我绝对不结婚 他就从楼上跳下来 结果大家在啊的时候 他不但没死 还像飞的一样 站在那边 为什么 那个时候 他已经证了阿罗汉 他自己在皇宫 修行法的愿 所以他的父母 就让他出家 那出家以后 这个王子 那我跟你拼了 我也要出家 结果他出家 他也证阿罗汉 所以各位 八观哉戒厉不厉害啊 厉害 这个才叫少林权 但是各位不要为自己 为这个世界 为这个世界 今天英国要脱欧了 有些人有一点担心 害怕 但是各位 这有他的因缘果报 我们接受 但是我们守八观哉戒 回向给他 这样就好了 所以刚刚李志雄跟我说 师父你两年前来 传完戒刚好脱欧 很多人就担心 我房子怎么办呢 现在你这一次来 又要选新的首相 可能会怎么样 没问题 佛法无边 我们守八观哉戒 回向给对方 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 就算脱欧 也有脱欧的利益 利益多余缺点 但是各位 这就是学佛 学佛人没有担心 只有尽力 担心会伤害你 更伤害对方 你担心你儿子 他就越来越脆弱 你平静地接受这个果报 但是我好好的为他念佛 持戒 放声 点灯 修功德 回向给他 你会发觉 哎呦 佛法 无边 不可思议 希望各位抓到这个 所以今天你守八观哉戒 你一切都放下 虽然你爸爸在身边 你儿子不乖 但是这个时候 为了要达到那个功德 你不能怀着担心受戒 好不好 你不能怀着一种恨来受戒 因为你受戒的时候 这二十四个钟头 你就要很专心 持戒 那才会产生功德 这个永远记住 有些人爸爸生病 哎呀我一直念钥匙经 念得很担心 很烦恼怎么办 那反而念经没了 因为你在念爸爸 没有念经 所以你念心经的时候 就要完全融入于心经的 这种空性 你念普门品 你要融入于观音菩萨的慈悲 你念钥匙经 要融入于钥匙佛的本愿 就像各位念阿弥陀佛 你要当下承担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在你身上 因为阿弥陀佛不要你修行 阿弥陀佛要你相信就好了 你相信我阿弥陀佛 我的四十八大愿 就展现在你身上 去帮助众生 但是如果你担心烦恼压力 那你就没有在念佛 要了解吗 我想修行 为什么八万灾节功德可以这么大 脱离病苦 各位受一日夜八万灾节 永远不会 二十小节不会堕落三恶道 二十小节 六十万事不用赚钱 为什么 富贵自在 六十万事 一日夜八万灾节 你发愿投胎做人 六十万事 富贵自在 七世做天王 七世做人王 各位英国女王 你好 对不对 你七世做皇帝 这是八万灾节 但是这个国 非常好 但是来自一个清净的因 你一定要很认真 所以就短短的时间 你要很认真 外以八支 内以六念 戒律要守好 而且要保持正念 念佛 念佛的伟大慈悲 念法 每一个佛是因为 修行佛法 体悟佛法 而成佛 所以我好好的意念佛的教法 念一下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有受皆苦 涅槃即净 那你要意念佛法 怎样 众生都是父母 众生皆有佛性 普度众生 那你要记住这个 今天有人偷你钱 那是众生之一 他是我的父母 钱给他吧 因为你今天在守八万灾 所以今天晚上你守八万灾 这么精进 顺便回向给你老公 结果你老公居然晚上没回来睡觉 回向给他吧 因为你要忍 忍到明天再骂他 因为你守八万灾界 结果你忍到明天 发觉你老公怎么没回来 原来他昨天 替你去照顾你生命的妈妈 因为你不在 他跑去送他去医院照顾他 原来不可思议你老公病了 所以因为守八万灾界的功德 所以念一下 戒在则佛在 所以说你持戒的话 佛的力量就在你身上 所以经典讲一句话非常好 一个人守八万灾界 走路的时候啊 各位今天麻烦你最好走路回家 为什么 你走路的时候 天上的所有神都跟在你后面 他希望你身上掉一点东西 或是你脚底下的一个土啊 拿起来他会拿到天上去 供养的 因为持戒让这个天神不会堕落 还可以生更高的天 他要你的功德 你身上的任何一个东西 今天各位持戒 最好到河边海边走一走 用一点水 透过你身上 就像刚刚各位进来在遇佛 佛因为他的功德 所以把这个水遇在佛的身上 这个水滴在你身上 你身口一叶这样就消除 这个水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多遇佛 晚上之前我们会把那个水 又集合起来 装在各位的瓶子里面一点点 让各位去撒 好不好啊 让整个世界 办一个什么 泰国泼水节 就像各位我刚刚 我一进来就跟各位撒水 因为我去遇佛了 那么我们念了很多咒啊 等等 但是这个不是一般的水 因为佛的加持 你要相信 那你不相信就没办法 因为这个水只要供过佛 念过佛的咒 这个就是佛的水 功德水 咒水 各位相不相信 那你赶快去念 到处有水要去念一下 有些人说 是吗 那个水那么多 我在那边念它会转变啊 你这个人叫没善根 因为你不相信佛法 就像很多人说 我又没有看过极乐世界 我不相信 那你就没善根 我们能够相信的人 是我们累世 中了无量的善根 才会有这个信心 不然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像各位今天 愿意来守八观摘节 善根大不大 太大了 本来你今天要去唱歌跳舞 你妈给你拿过来 你妈还对你真好 你不小心守了一个八观摘节 来世放你做公主皇后 六十万事的福报 就像佛陀的时代 有个小国王 叫普达国王 我都讲过 二十五岁 国家非常有钱 他外表很帅 而且哪一个女朋友追他 他都不要 普达国王 好像不想结婚的样子 而且只要摘日 他就不出皇宫 不办事 他就在皇宫里面守八观摘节 因为普达国王 他前一辈子跟着老国王 老国王那时候结婚了 但是皇后没怀孕 老国王就很怀孕 很烦恼 所以他就守八观摘节 他满了愿 他说 我守八观摘节 让我的皇后赶快有小孩子 对不对 我这个国家才能够传承 他就发这个愿 那个时候小奴隶 一定要帮老国王 这边插脚 那种扇子 当佛陀在传八观摘节的时候 然后这个小奴隶一听 很有道理 他也守八观摘节 守了一天 回去十几天以后 他无病而终 后来居然皇后怀孕了 国王欢喜得不得了 事实上 请问 是不是守戒的 不可思议的功德 小奴隶发愿 愿我生生世世脱离贫穷 将来也可以像佛陀一样 出家修行 他发这个愿 老国王发的愿 愿我太太赶快怀孕 生一个好儿子来帮这个国家 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一切满愿 所以各位 这就是持戒的功德 所以我想很多人 师父我有事要找你 等一下守完戒 你就不用找我了 一切满愿 你不用问我太多事了 但是像我 我是出家前 就守一年的把关在戒 为什么我要发这么大的愿 因为我发愿要出家 有很多的障碍 我妈妈正在得癌症 这么痛苦 所以我爸爸精神也不太好 那我要出家 有很多的障碍 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些事业 然后有赚钱的 也有赔钱 赔钱的多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学佛 我妈妈还没生病之前 我还没学佛 喜欢赌 吃喝嫖赌 所以很多事业 我做了很多贷款 都没赚钱 压力很大 但是奇怪 我发了那个愿以后 为我妈妈发愿 要出家 后来守八广再建 我开始就一直赚钱 这个赚钱不是我去赚的 是人家来找我投资 就是这样 那时候台湾的股票 这家从一千五百点 涨到将近一万点 你看 我那些没用的股票 这家就发了 房地产也涨 那个也赚 这个就是满我的愿出家 所以我的太太丈母娘 为了希望我不要出家 就把 就说你只要不出家 他们把我的家里 弄成像佛堂图书馆 你就好好在这边修行 你不用上班 你就不要出家就好了 然后他们又去买了一栋房子 在隔壁 这样 后来我出家了 他们为了离开伤心地 又买了两栋 你看我出家就买了四栋 为什么我出家 所以因为我是发愿真心要出家的 而且 因为我妈妈癌症好起来 我真心要奉献 因为他们叫我不要出家 我跟我妈说 我不出家 你要回医院 她就不说话了 因为她也不可思议 她觉得 为什么这么痛 就变成完全不痛 而且我妈妈的痛 让我受不了 因为她两个钟头 就会发冷发热发抖 这样 我实在是 心都会跳出来 这个世界 唯有妈妈爸爸 在痛的时候 你心会痛 还有你的独生儿女 在痛的时候 你更痛 这样而已 这个痛一定要学 悲心是一种痛 如果你觉得 你看到别人受伤 你心里不会痛 代表 各位检验一下 你的温度气 怎么都不升上来 因为你没有悲心 漠不关心 所以为什么 我刚刚会说 各位如果你大悲心 菩提心 圆 想到所有众生的苦 而来受八观才解 为什么功德这么大 但是千万不要 光为自己 比如说 你希望发财 那你今天 守八观才解 应该怎么发愿 来 当愿所有人们 所有众生 脱离贫穷 事业发财 富贵自在 那 请问 那你这个功德 跟你自己发财 超过几百倍 不一样 为你自己 守八观才解 是二十小节的 富贵自在 为众生 守八观才解 念一下 两百万节 二十小节跟两百万节 那个没办法算的数字 因为你动机调整一下就好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 这样那我就发更大的愿 来让我发财 那你还是有实心 佛教是希望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想的是众生的病 好不好 这个很容易比喻 就是说 你妈妈生病的时候 你千万 你只会想说 妈妈我替你生病 你不要生病 这最容易修菩提心的 所以我想 我这样强调是希望各位 用一个悲心的感受 来为众生守八观才解 不要一直想自己的问题 你一直卡到我要发财 我要生小孩 我要怎么样 这个私心太重 对你不好 那守八观再建 你要把这个放下 但是把这个为原 因为我曾经受过这个苦 所以我希望 所有人 所有众生 这个世界的问题 哪里有地震 有火灾 昨天我经过那个车子 刚好上面写个什么 就是那一栋 那一栋火烧的那栋楼 那个叫什么 对啊 Green Tower 是吧 所以Green Tower 那我就觉得奇怪 他画绿色什么意思 然后那个思想 就一直被他拉住 我就请我们站好时间 去查查网络 那个 Green Fair 他写了几个字 那什么意思 师父 那个是火灾 烧死七十二个人 这个就很重要 为什么 原来那边一定有众生 没有超多 我护法神引导我去看他 去追他 然后我才知道 有七十二个人死的报 所以我就赶快写牌位 不是光这一栋楼 所有因为火灾 被烧死的有情众生 希望他们得到今天 大家的功德 好不好 所以大家努力一点 我想我们外面 写了这么多牌位 各位也相信 那昨天我要请我们 战和法师 查一查 英国历史以来 各种战争 黑死病 西班牙群流感 所有的人数死亡 都给他写成牌位 所以各位 这样要不要认真 人要有承担 他才会认真 所以你 你用心承担他 他的痛苦 然后所以我更要 努力的手 八观灾戒 那事实上 八观灾戒 就是手 这八条戒律 然后内心保持六念法 这样你就圆满 而且八观灾戒的这一天 你什么会圆满 你想 三归一圆满 因为你绝对有信心 不然你不会来 第二个 五戒圆满 今天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音 不忘音 不喝酒 今天你一定圆满 再来 十善业圆满 今天你十善业 身口意 保持在清净圆满 所以八观灾戒功德很大 再来 戒定会圆满 我们持戒 保持正念 天文佛法 叫戒定会圆满 甚至各位在菩提心 念一下 六波罗蜜圆满 我们守八观灾戒 布施给众生 我们好好持戒 我们忍入在八观灾戒 我们精进 我们保持正念 我们天文佛法 四为空见 八观灾戒 可以让一日一夜 六波罗蜜圆满 八正道圆满 十二因缘圆满 也就是说 八观灾戒的功德 之所以这么殊胜 是我们所听闻的佛法 都在这边圆满了 所以各位 当然很多人 有受过 有很多人没受过 但是没受过的人 更要以后 初一十五 各位自己在家里 佛前送戒 然后呢 如果你最近 你儿子如何了 爸爸如何了 你就发愿 自己守七天七夜 就可以 要受信说 七日七夜 为生病的人 快断气的人 或是你先生 明天要做一个 大的投资 很危险 到底怎么办 你就守完 七日七夜 八观灾戒 按照要诗经 放声 点灯 持咒 这个事情 一定会圆满 好不好 不要担心 佛法无变 所以你相信佛法 所以因为 我的妈妈的事情 让我有很大的信心 我妈妈这样子 医生说没用的 都可以变成 完全没有 我爸爸更让我有信心 我爸爸自杀 而且一定死的自杀 居然我那天 去大放生 我那天也有守暴 晚上我想回家 让爸爸妈妈得到我的功德 要回家去 然后结果回家 刚好我爸爸那天自杀 但是那天 回去他就醒过来 没事了 医生也说没事 变一个人 从那个时候到 十二年 我十二年没有再生气过 没有再抱怨过 没有再躁欲症过 连我妈都不相信 这个就是我们去慈戒 去做善事 这种力量 你得到感应 所以我永远都不会退转 那我这个感应跟信心 很多人得癌症 生病 死亡 我们帮他回向 他都得到一个很好的善终 甚至往生净土 各位相不相信 所以世界靠我们 各位要有这种 承担世界的苦的责任 因为戒的力量太大 佛的力量太大 用这样的心来守戒 好不好 调查一下 第一次守八万载戒 请举手 不得了了 放下 各位 这个世界又有福报了 老实说 这个世界还要靠我们 华人 中国人 因为只有我们 懂得这个道理 今天让你做英国女王 一百世 你都不会 那只是影响英国而已 你一日一夜 守八万载戒 这个力量 影响世界 你守八万载戒 念阿弥陀经 念地藏经 整个世界因为你而改变 所以佛经说 一个地方有人守八万载戒 整个地方无灾无难 因为戒的力量 一个地方有人守八万载戒 今天晚上不能吃 所有恶鬼到今天晚上不会吐火 力量大不大 所以做皇帝大 还是守八万载戒大 两个都要 因为现在的世界光出家还不行 世间的福报 这就是观音菩萨 一千只手代表一千尊佛的力量 一千个眼睛代表一千尊皇帝的力量 这两个合起来你才可以帮助世界 光有悲心还不够 还有福报 所以这叫福慧圆满 这样你才可以利益众生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